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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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确实是中国人当中非常特有的现象 说起来是非常复杂的 但是起码有几点 一个是我们原来生活的社会环境 对我们进行了长期的洗脑和控制 那么很多人呢是从内心深处 可以说从骨子里面 可能很多东西就已经被改变了 到了一个自由民主的环境 如果说主观上不去进行这种反洗脑 不去进行调整的话 那么就即便是有了自由的信息 有了自由的言论 它的这个惯性还是会一直向前冲的 那么另外呢 很多人到了民主的国家 虽然说是有了天空 有了自由 有了这个权力 甚至有了保障 有了福利 但是呢 它实际上是已经完全丧失了 一个个体自由的人格 和自由思想 自由行为的能力 而这种东西呢 如果不重建的话 它不可能是自然的就回归的 那么另外就是 我们知道在一个新的环境里 尤其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出来的话呢 到了一个新的文化环境 语言环境 生存环境 原来的优势都没有了 那么到了一个这样的地区之后呢 它可能会无限的去放大 它所新遇到的那些挫折和障碍 甚至有的人到了民主国家 会说受到了种族歧视啊 受到了不平等待遇啊 然后受到欺负啊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东西呢 就会突然变得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 变得特别特别的重要 特别重大 而过去的那种屈辱苦难 所经历的那些残暴的事件 随着时间的远去 随着这个距离的拉开 到反而有的时候呢 产生了一种温馨的美感 这些当中呢 虽然是很复杂 可是呢我们这个群体呢 还有另外的几个困境 一个是虽然很多人是离开了那样的一个专制暴政的统治 到了一个有人权有自由民主有保障有法律的地方 但是呢他本身家庭他的背景他的周围的环境 他的人生的这个历史 还有他的这个亲戚朋友等等都还在那里 那么呢他就不得不还继续受着这样的一种影响牵制控制 那么包括像有的人呢 如果说你在某个领域 你呢稍微有一些成就 或者你是被认为 被这个专制政权认为可能是有用的人 那么这个专制暴政呢他还会来拉拢你说服你教育你收买你 所以呢种种这些因素都会造成在一个自由的环境当中的一个来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华人的一种非常怪异的 诡异的反反这个逻辑的这样的一种行为方式 那么当然也有包括像直接的这种恐惧感像 虽然我们今天是在美国在加拿大在澳洲在欧洲 但是呢我们知道中共的势力已经就在我们身边 他的线人他的间谍他的那些机构他的领事馆外交外交这些机构等等呢就在我们身边 所以说呢我们就变成了呢也很多人会有一种自律 我要这么说我要这么做他们如果把我这个记录下来照下来汇报回去的话 那么我肯定会受到家里会受到影响我自己的利益会受到影响损害 那么我回国的权利可能会受到剥夺等等等等 那么只有只要有一个理由只要有一个考虑 那么它事实上就会影响一个人的这个行为方式 那何况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像我们来到一个新的环境生活的时候呢 可能对于移民来说最大的优势就是两个地方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桥梁的作用 我们生活在美国可能我们做两地的贸易呀 我们做文化交流呀做教育输出呀做中间的这个电课呀 做等等等等的这些就成为很多人的一种生存手段的一个优势 那么当你去批判一个专制暴政的时候呢 你非常清楚你会直接受到它的制裁 那么就会失去这些优势 那可是呢像很多人确实是没有能力去抵御这样的一种压力 和这样的一种控制的 这个方方面面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恐惧的心态呢 它形成了一种合力 当然我们有的时候会问 难道中国人真的这么可怜吗 难道我们中国的这个民族这个群体 他们真的就没有能力去抵御这样的一种诱惑 或者说一种控制一种利益的收买嘛 是的 就说很多时候呢 我甚至觉得 我们如果说用中华民族这个词 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觉得不是很恰当 但是没有更好的词汇来用 那这个整个中华民族呢 从根本上来说呢 是有很多东西都已经是被改变了 在长时间的这样的一种被逼迫的非自然的环境里生存的话 特别是在1949年之后 中国人就是从来就没有在一个轻松的自由的 有尊严的 有民主的 有保障的环境里生活过 长期的这样的一种压力 它确实是使人的很多的本质的东西是被改变掉了 所以呢 像有的 有的人也说现在是这个有中国病毒 或者说有中国的这种黄祸等等的这些 虽然有的时候说法上可能被人听起来有点耸人听闻 但是在性质的这种界定上来说呢 应该还是正确的 那么今天我们在海外 中共的这个势力呢 也确实是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 比如说像在今年六月份 在这个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到加拿大访问的时候 在记者会上是一个加拿大当地的女记者 向加拿大外交部长提出了一个涉及到人权的问题 结果呢王毅居然在这样的一个场合暴怒 而且呢大声的斥责这个女记者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去羞辱她 就说明中共已经是非常狂妄到 它已经是非常的不顾外交礼仪 而且呢说明他们知道 就即便在加拿大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当中 他们也有了足够的回应 有了足够的支持 有了足够的空间 可以让她这样发表 那么接下来呢 是在多伦多的一个专栏作家 就因为评论了王毅 这个这样的一种做法呢 就受到了死亡威胁 在温哥华的一位华裔作家 是给一个报纸工作了很多年 那么也因为是分析批评了王毅这个做法呢 就很快就被这个报纸解雇了 所以呢这些东西呢 本身都在不断的教育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 这个社区 让人们呢如何的去自律 如何的去规避危险 如何的去迎合暴政的这个需求 如何的去做一个在人格上 在这个自由上 在很多方面呢 完全是一个分裂的人 那么渐渐呢 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群体 而且中国人在很长很长时间当中呢 是完全丧失了自主自立 自由的思考 自由的去表达的这样的能力 那么加上外界这样重重的 这种复杂的环境的趋势 其实在海外的中国人 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悲的群体 当他们回头拥抱暴政的时候 其实他们所展现的 是跟他们自己用脚投票 所选择的生活方式 是完全背离的